親愛學生姊姊妹 很高興今天能夠代表 總會的教會社會施工 來交換講台 然後今天很高興 國父教會的接納 讓我們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去分享 在講到之前 可否邀請在座各位 我們一同 來宋徒台灣紀錄長的教會 有個新的教會 可以按 可以按那個Ctrl 6就全螢幕這樣子 媽媽 好 那我們一同 站立我們一起來 一起來送禮台灣紀錄長的教訓 教訓我們一起來 我們信上帝創造 統治人與萬物的 獨立真神 祂是歷史與世界的主 施行審判和拯救 祂的兒子 從聖靈脱胎 由同真名馬利亞 降生為人 成為我們的弟兄 就是人類救主耶穌基督 藉著祂的受苦 並施加死 復活 裝顯了人類的 拜祂的公益 使我們與上帝 復合 祂的靈 就是聖靈 坐在我們中間 自能力 使我們在萬物中 做結證 直到主在來 我們信 聖經是上帝所啟示的 進了祂的救贖 作為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準則 我們信教育 是上帝子民的能力 我們找來信仰耶穌基督的拯救 作為人 使者 使復使者 且根據人的定 認同所有的主民 通過愛與受苦 而成為盼望的信仰達 我們信仰人 借著上帝的恩典和悔改 對得盛免 以虔誠 仁愛與現身的生活 為榮耀於上帝 我們信 上帝賜給人 有尊嚴 才能 以及祥福 使人有份與祂的創造 負責任與祂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 仍有社會 政治 經濟的解釋度 也有文藝 科學 且有追求真實的吸引 但是 人有罪 誤用這些恩賜 不壞人 萬物與上帝關係 所以 人當依靠耶穌基督的救恩 祂要使人從罪惡中得吃飯 使受壓制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裡 成為新創造的人 使世界成為祂的國度 充滿綜藝 平安 與喜樂 阿倫 請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唸過華語版的台灣基督長教會 信仰港版 沒有 沒有 這怎麼那麼唸 應該是唸台語比較多 就是一方面也來順便廢廣告一下 就是我們 藏人教會 新創造華語版 如果 裡面有很多的普世的詩歌 多來講 詩歌不只是來讚美我們跟上帝的關係 甚至我們可以用詩歌來見證公義的生活 所以在我們的詩歌裡面 有非常多普世價值的歌 不只只有西方教會 也有我們本土台灣詩歌 也有第三世界 也有其他國家詩歌 我知道 我後看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多利用這些歌 我們可以多認識的歌 所以我們在回憶室的時候 會邀請大家來唱一些 很可能平常沒有聽過的新聖詩 好 今天我要來分享這個 紀念碑雙形象和平 在耶穌授口之前 耶穌安安靜靜的騎著旅子 走入耶路撒冷 開始挑戰聖殿內的詩威 面對不同的宗教 信念政治意識形態的宗教委秀 當然這一大群宗教領袖 政治領袖 便將耶穌當作同一個敵人 俗話說 敵人的敵人就是怎樣 朋友 這些反對耶穌基督的群體 有法利塞人 西律黨 撒不該人 撒不該祭司等等 原本這些不同群體的群體 他們其實是彼此互相的 競爭甚至是敵視 可是因為耶穌的出現 那他們居然都串聯在一起 來對抗耶穌 到底耶穌是好的還是壞的呢 所以他們一起集思廣義 怎麼練到耶穌 抓著耶穌的語弊來控告他 將他定罪處死 耶穌面對如此危險及權勢 耶穌知道這條公義和平的路 真的很窄 很不好走 但是為了這個真理 耶穌不能不走 為了上帝國 祂必須展示 讓眾人明白 到底何謂上帝國的心態 從馬賴福音21章開始記載 當耶穌來到聖殿之後 到26章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連串辯論是沒有停止 很多的人都一直想說 到底要怎麼 把耶穌辯了 可是在這一大串的連續的辯論當中 這是有充滿濃厚的火藥味 所以在本段經文的大脈絡中 在耶穌受苦之前的辯論 可以展示 宗教理所一直在挑戰 耶穌基督他的選民來源 你到底憑什麼這樣講話 你到底憑什麼怎麼樣 你這樣憑什麼樣的選民 可以這樣子命令我們 所以這些宗教領袖 他們平常做到做習慣 當然怎麼會不開心呢 所以也可以理解他們的不開心 可是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為 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 到底在上帝國誰是大 這才是這段辯論當中 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核心 然而耶穌在這個辯論過程 也運用智慧及語譽 挑戰這些宗教領袖的內心動機 是否有符合上主之意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回去 可以看這一邊 川普的辯論是很有趣的 這是沒有停止的 在今日我們今天所選的經文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像我剛剛有說 法利塞人和施利法 在自治上的立場是極為不相同的 法利塞人他們認為自己是最正統 最分別為聖人 最聖旨的猶太人 他們認為只要納稅給皇帝 凱撒皇帝 我們剛剛看凱撒就是指凱撒皇帝 如果納稅給皇帝是侵犯上帝的主權 因為在當時或者羅馬帝國宗教 其實他們的宗教是很多元 可是唯一一個不能拜的就是皇帝 所以他們拜皇帝作為他們的神明 他們是太陽之子 他們是這個神明之子 所以他們必須要所有征服的地方 所有殖民地都要來朝拜皇帝 所以只要認為納稅給皇帝 就是在拜皇帝 而不是在拜上帝 這跟我們平常所讀到的十條介密 是有衝突的 我以往你們不可有別的上帝 所以在另一方面 西里島是在加利利王西里之下的故鄉 他們的選領是從羅馬帝國而來的 當然這樣子的關係跟羅馬政府是有合作的關係 所以他們會強迫會要求人民納稅給羅馬皇帝 如果沒有納稅 就表示你沒有認同羅馬帝國的政權 在實質上是在反抗羅馬帝國 接著西里島就要求當地人民 利用羅馬帝國的權勢 來去用各種理由派軍隊來去鎮壓這些反抗的人 甚至敢給他們處死這樣子 反正展現所謂的羅馬和平 所以希臘 或是說如果我們有機會 可以看到他們的硬幣 或是他們的建築 會很常看到的有一句話叫做 Pax Romana 這個意思就是羅馬和平 就是說在我這樣帝國的建築下 應該是和平的 可是只要有人反抗 我就用鼓勵來鎮壓 做為那種表面和平的這樣子的政治生活 或這樣子的生活形態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常在網上看到一句話說 錯誤的並不是那些有問題的人 如果要解決問題 就是把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把它解決掉 來展現所謂的和平 這樣提起來 我們會提起來有點貓鼓聳 可是事實上這樣今天 仍然有許多國家是用這樣子的政治 這樣子的統治方式來管理人民的 而這樣子雖然說 雖然聽起來羅馬帝國聽起來有點血腥 或是有點武力 可是羅馬帝國 終於是建築在法治精神的建築之下 可是仍然有不少的現實情況是 法律是在保護懂法律的人 因此耶穌在面對這些問題的張力 到底我要怎麼選擇 我要怎麼回答 這樣子的張力困難在這邊 到底我要繳稅有事 我要回答不要繳稅有事 好像將來一邊 都沒有辦法討好任何一邊的人 所以如果說只要我回答任何一邊 可能就陷入另外一邊的陷阱 我們可以回想台灣的情況 其實也很相 也很類似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十塊錢 那個像是誰 可能現在已經有講過誰了 或是還有其他的人 或是我們的鈔票 我們口袋裡面的林青或鈔票 其實映則就是這個政府所認定的領導者 而在這次今日國家所體制所表明的歷史形態 讓眾人都知道 這個土地的老大領袖是誰 但是我們今天所面對到的國家體制 我們有沒有用基督信仰精神在反省 檢視我們的國家 這個體制是否有合乎 這些政策體制有沒有真的在去管理 保護我們教育 法律 經濟 土地環境 生命安全更甚是人民朋友的權利 我們台灣基督這種教會 在總會 總會有定定一個日 這只在十月二十五號 這是什麼日 我們通常聽到十月二十五號是 黃夫姐 OK 我們PCT裡面 也將這個日子定為重戰紀念日 OK 重戰紀念日 是為了要轉化過去國民政府 台灣省長陳寅所設立的日子 這個光復紀念日 可是這個光復紀念日 真的是光復紀念日嗎 所以讓我們去面對現實 這個日子可能並非表面看起來如此的光彩 它背後其實還有更多辛酸的歷史 在我們台灣不必發生 就因為這個光復節之後 就是我所熟知的二十八的歷史 那這些實實在在的這些血類史 也都在我們生病的朋友和親戚中發生 不過在這邊我並不是要去贅述二十八 過去發生了什麼 因為我們去Google YouTube 一定都找得到這些檔案 這些資料 可是我們是要用很嚴肅的態度 來看待這些實際發生 過去的歷史故事 我相信在場的學生長輩 一定比我更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常常會有很多人用審計情節 這種簡化的概念 來去濃縮二十八的歷史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真的去實際去了解它 這個歷史所帶給我們今日的第一份影響 我們只會讓這個二十八的事件更加模糊 不清楚 甚至會影響我們人民關心政治的實質的目標 我要講說政治本來就是聯繫著 我們生活中的大小事 而不是單純指向官吏我們人民責任的 那些領導者的事情而已 大家要不要繳稅 要嘛 而你繳的稅做什麼事情 而這些都是跟政府的政策都有關係 難道你要說這不關你的事嗎 難道你要你繳的稅 是要讓政府白白花掉嗎 還是說做一些不當的作為嗎 所以其實我們做人民 本來就有這樣子的責任去監督 我們政府該做什麼事情 或是關心什麼樣的事情 到底就好比我們講更簡單 我們所做的奉獻 教了施工 你有沒有用在刀口上面 類似的意思 類似的意思 所以政治不只是 我剛剛講政治其實是包滿我們 我們生活上的大小事 而上帝國的勢力 不就是更加涵蓋上主所創造的切容 他的自然 他的土地 他的所看顧的所有的國家 民族等等 這些也不都是在上帝國 上帝的治理裡面 而且我們所讀的聖經故事 無論舊約 新約 都能得見上主經驗著 國家治理中的領導者與人民 如何在生活每個層面 彰顯上帝的公益與智慧 所以我們經常會讀到大衛王的詩 他做君王 他有他的祈福 有他的聖酸 而這些都反映著 領導者該用怎麼樣的心態 他的心情真的有沒有去 合乎上帝的那樣子的心意 所以我們一直不能再說 政治不會政治 教會不會教會 這樣子 這個表面聽起來屬於而不屬世的話 其實如果我們只會這樣這樣子的話 只會在欺騙自己 甚至是欺騙他的論述 若我們沒有持續了解 我們土地所發生的事情 有可能會繼續將它看作合理化的政策 卻是用暴力來對待人民 而讓人民產生自己的傷害 而人民就是宅座的人 有可能是你的臨舍 這種類似的悲劇 仍然會不斷的發生下去 更不用說這樣子的政策 或這樣子的作為 是有符合上帝的公義之分 今天的香港人民 手無寸鐵 只一心地祈求自由和平的人民 學生 青年 老人等等 而這些人呢 這些沒有力量的人 他們被政府與警察 逼著共同聚集在沒有退路的地方 宛如在尋愛邊 而香港人民在尋愛邊 香港人民面臨不斷的鼓勵升級的警察 做出各種如同恐怖分子的使用 例如操地鐵 在操事射那個煙霧彈 甚至近距離的隊拼命攻擊 甚至有醫護人員記者受傷 甚至有一個女護士 她的右眼被近距離而射下 有小孩在看電視的時候 看到一群平民被攻擊 於是就問媽媽說 媽媽到底是誰在攻擊這些人民啊 媽媽說不出口 因為攻擊這些人民居然是 所以我們在此刻真的需要去提醒 警醒一句話 有一個歷史學家黑格所說的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 人們從來都不知道幾群歷史的教訓 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 人們從來都不知道幾群歷史的教訓 就是過去歷史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我們到今天仍然看得見 可是我們卻沒有因此而進行 就如同聖經已經寫了很多的見證 跟生命的這些挫敗的歷史 而我們仍然會因著我們的軟弱 不斷的犯錯 所以在這個中間 我們真的是需要謙卑的去恳求 上帝給我們指揮讓我們每一天 每一天都能夠進步 直到能夠成為如同耶穌基督一樣完全的人 去看顧你身邊的名聲 今天有跟你旁邊的人說平安嗎 今天有跟你旁邊的人說你好嗎 你認識你今天旁邊的人嗎 所以其實有很多生活上的小細節 如果我們可以再做得更多一點點 會不會我們生活或是我們教會 我們信仰會更好一點點 我並不是說要做得多好多好 而是祈求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信仰不只在我們教會裡面 教會外面 這個都是我們的合情 所以我們可以今天稍微對比一下今天的經文 耶穌來到耶路撒冷不是要惡作主聖殿 而是那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 來勸勉這些已經偏離上主的信仰的宗教行為 因為這些不好的宗教行為也實際影響人民的生命 我們可以一起來看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五節到二十一章六節 我們一起來讀 尋眾傾聽者的時候 耶穌對祂的門徒說 要防備那些經學教師 他們喜歡穿著長袍招搖過世 喜歡人家在公共場所 向他們致敬穩安 用愛慧堂裡的特典座位和念慧上所作 他們脫摸寡婦的家產 然後表演長典的道貫 他們一定受到更嚴重的懲罰 然後還有耶穌抬頭觀看 看見一些有些人把他們捐款投進聖殿奉獻下面 還有看見一個窮寡婦投了兩個小同胞 於是他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窮寡婦所奉獻的比其他的人都多 因為別人是從他們產財中捐出流離的 可是他已經很窮 卻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費用都奉獻上來 有人在談論聖殿 說他是怎樣用精美的石頭和還原的禮物 說到事情耶穌說 耶穌說你們看見這一切嗎 日子將到那時候沒有一塊石頭會留在另一塊上面 每一塊都要在下面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段落 有那種奇妙的地方 常常我們看到這一段 可是卻不知道原來還有這一段 有人知道窮寡婦會何成為窮寡婦嗎 他們居然是被這些祭司教師所吞沒的 因為有可能在當時候的律法條例 也確確實實的明白記者 每個人都要怎樣奉獻 可是卻忽略了 他們所要去搜尋這些奉獻的人 每一個人的經濟能力不同 在我們教會最近在讀立位記 我們可以看到立位記裡面 有許多的奉獻的信用 可是上帝也安排了 因為各種不同的經濟能力 來去做各樣的規劃奉獻 可是在我們今天 好像沒有看到這樣子的見證 他們就用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 該怎麼奉獻就該怎麼奉獻 我才不管你們賺金狀況怎麼樣 就算你今天只賺99塊 你還是要奉獻那一塊錢出來 有可能這個寡婦也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因為被壓迫之後 可是他也很謹守自己的身份跟責任 所奉獻他所僅有的靈潛奉獻過去 我並不是說他奉獻的心只有多大 而是他是被迫的 他是被迫的 他是被當時的宗教御法所迫的 而這是耶穌所看為獨立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去反省思考 代理給我們在教會所做的 我們在聖地裡面所做的 真的有合乎上帝的公益 所以從耶穌從上主所領受的 教導與啟示 深入關心猶太地區的信仰生活 實際走入人群 帶給人生命有尊嚴 有盼望 有能力 可以以自身的生命來依靠主 來面對世界 社會各樣的挑戰 那種從內心發出的原動力 正是讓人尋找到 上主的完整形象 使得我們的生命 可以跟上主合而為一 而那樣子的合一 可以讓我們感受到所謂的安息 那樣子的平安 讓我知道說 上帝真的在我的心裡面 註成 我們常常很喜歡講一句的經文說 在上帝面前沒有男情的事啊 或是上帝使我們三在啊等等 這些安慰的話 沒有錯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找到 那樣子的信仰的價值 那個耶穌所帶給我們那樣子的信仰 他真的是會幫助每個人的生活 是可以非常穩固的 縱使你知道 情人的困難有多艱難 可是我們還是可以學著 師篇的三篇 那樣子我們在優谷裡面 一樣可以感受到 主彼是我的末長 所以耶穌對這樣子的 猶太社群 他有責任 有期待 有盼望 有感情 有理性 也有更新的活命 盡心盡力的鼓勵 勸勉請他身邊 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再次來尋找上帝所喜愛我們的樣子 所以他所面對的 並不是仇視法律賽人 法律賽人或是西里達 而是這些其實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無論他的門徒 無論他所看過的這些學腿蝦眼 或是這些有地位的 他們都 耶穌都希望 這個猶太社群 真的能夠成為所謂的上帝的子女 我們這群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也應當如此 基督徒要對國家有責任 也要對上主有責任 表明基督徒對上主的責任 要具體的實踐行動 在地上生活 來欠證他對上主的責任 在地上 如同在 在 天上 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主導人也都是如此 這樣子的表明 如果當我們的領導者 做出違背上主旨意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勇敢去指出 我們的領導者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需要做調整 怎麼做會更好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都是彼此團結同共 沒有人是大 只有耶穌才是我們的手 才是我們的主人 所以其實在教會裡面 我們真的是 怎麼去成為 那樣子 手腳 合一 以耶穌為首 以耶穌為主 以耶穌為頭的信用生活 所以我們在面對這些 如果說有職業的地方 我們應該去表明立場 不可模擬娘 或是兩邊討好 所以我們應該要用慈愛 勇氣 讓這個社會 讓我們的社會 更加合乎公益 平安無息的 這也是我們剛剛所奪的 所告白的信仰告白 所這樣子的稱 就是宣傳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在座各位 這個可能都會讓別人 最多可能都會讓我們 讓別人問一個問題 我們台灣基督長的社會的特色是什麼 你回答得出來 來給我一下 說的 我們都知道 例如基辛會好 他們特色是 把頭埋在水裡面 不是埋在水裡面 就是把頭這樣子 寄在水裡面洗禮這樣子 好 那我們台灣基督長的教會的 特色是什麼 有人說得出來嗎 我基督長的社會 OK 還有嗎 沒有關係答案 我想提大家 對台灣基督長的教會的 印象是什麼 你覺得它的特色是什麼 我愛讀聖經 我們愛讀聖經 你們在門口有貼多緊要 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不教會是愛讀聖經的 我們愛讀聖經 我們愛讀聖經 我們的生活 真的要建立在商業的化學之上 還有嗎 大部分公開 大部分 公開 說台語 說台語 OK 這也是認同我們本土文化的方式 而台語其實是何德維 也有客家化原住民化 還有嗎 你還覺得我們PCT的特色是什麼 對策政府 OK 那並不是代表說 好像台灣基督都在偏語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事實上 我們是在監督政府的 就算今天的政府是什麼 我們一樣期盼 我們政府是合乎上帝的性質的 能夠 他做了經濟政策 他們都用在監督政府 武功